11号 台湾数十个政党团体 在台北共同发起抗议活动 谴责赖清德篡美谋独 出卖台湾人民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以美谋独 以美谋独 卖台货台 在11号的抗议中 发起反台独 反介入联合行动的 数十个台湾政党团体 和各界人士表示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 甘做美国政客 介入两岸的棋子 一再积极配合美国 将台湾打造为 所谓抗中反华的火药库 漠视美国拱火台海的意图 必将为台湾带来 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根据民进党当局公布的行程 赖清德将过境美国纽约 与旧金山两地 岛内各界人士担忧 赖清德与美国加强勾连 将使台海局势 进一步紧张升级 过境美国只是结果 其实就是为了进一步 让台美勾结这样的一种绅士 那么你过去讲的 什么和平保台 什么四个支柱 要维持现状 都掩盖不了 你台独将会带给台海 和平最大破坏 这样的后果 赖清德呢 他完全是媚美媚日 完全的是配合美国和日本 的战争政策 要以台制华 实际上确实要把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民众送到战场去 这是我们认为他们非常可耻的地方 有台湾的舆论就批评说 民进党这几年的两岸政策 是对抗而不是对话 是备战而不是避战 让两岸关系处于兵凶战位的边缘了 前几天呢 岛内热议台中里长公开悬挂 不准有战争的这样一个看板 其实就反映出了各界 对于民进党为了政党私利 去升高台海对抗情势的反对情绪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赖清德还去辩称说 不会让战争发生 而这又如何让台湾人民相信呢 事实会证明 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公然宣称 自己是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也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以上是总台记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有没有筹币 好的